其实我做医药有时候咱也不是特别懂那个汉服 我就想着做的稍微正规一点 查资料什么可能是偶尔会忘了接孩子做饭 主任我跟你说有一次下大雨 孩子没办法自己跑回来了 回家进门就哭 他说给妈打了十几个电话 妈也不接 哎呦我心疼的啊 我就心得很难受 这孩子没你电话吗 这孩子为啥只有他妈的电话呀 平时是我接孩子多一点 那天也确实就是查资料嘛 把时间给忘了 大午晚上嘛 孩子发起高超来了 我就把孩子去医院了 这孩子闹闹 我还弄不了 这一直讲妈妈 一直讲妈妈 你咋弄不了你当爹的 我那天也不是想着快到61呢 我想的是做一套汉服 然后正好61孩子放假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好多人都是那种羡慕的眼光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